這套作品對我而言,對港大的遊戲謎而言,它只是滿足到一個功能 就是解決真知中間的問題 沒有啦!完的啦! 你說解決問題好像拿它來借罪或者死 等下黑歷史推翻它,埋葬都要不要 就是為了解決真知中間這件事件的問題 它只有這套,只有這套,只有這套重點,其他都很流於過場式 還有兩集的,有兩集的東西塞進去 是,宣傳今代對新版遊戲,有兩個意義的 這個意義是什麼呢?因為它對X的作品就是這一套的前傳 它為了這套前傳能夠賣得,它要解決真知中間的問題 是,是有邏輯關係的 即是跟你說,真知中間這個問題 我們解決了,大家請支持前傳的遊戲 但你一看到阿馬祥你的名字,我覺得不算了 這套其實,除了在這件事件之外,我可以說 很平凡,平凡到就是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跟它說 它就跟回原著定案劇本這樣做 唯一不同的就是最大問題角,羅傑和艾莎這兩個角色 他們這兩個角色的,即是中間之間的關係 以及天族的其他夥伴,艾莎這個角色的規定 都算是認可了 就完結了 我看完之後,我看了什麼 沒有,我只知道就是什麼 把真知中間的事件忘記了 其實我最想問就是 其實第一集是拿來做什麼 第一集就報回這個世界危機 首先我理新一點 我沒有玩過任何Talesoft 也不知道這遊戲任何背景 真知中間我甚至是不知道是誰 直至他們說之前 所以我看第一集那一陣子 我會看到有個蘿莉 有個好像獸人那樣的東西 而這兩個都除了第一集 基本上就是最後一集 我可能第一集會使用 或者這樣說因為它有第二季 不是,它也說了第二季 有些你解不通的謎題 可能第二季報了在這裏 這一季你先說了 有些角色 還有就是把真知中間的前置這個位置 解決了它告訴你 總之最後都是離開隊伍的 但是不是因為遊戲版的理由 而離開隊伍 大家放過馬場 這關動物版關馬場什麼事 只有它的名字 就是這樣說 現在動物版藍馬一條尾 公主可能有傷在身 但問題呢 她退下 不是,她不是有傷在身 其實過往遊戲版都是說 艾莎作為一個公主 她的戰場不是在前線打打殺殺的位 但是這裏現在她撇除了就是 其實她不是說艾莎作為一個從事 有沒有能力 她是說只是她的身份 她的戰場不是在這裏 她們叫做什麼呢 大家在各自戰場努力 不是說你不夠能力 所以我不認你是同伴 不是,她說得很清楚的 她解決這個污衛 即是人類方有責任 但是人類方責任 其實天造可能未必 導師他做的能力都有限 但這個情況 人類方的能力 可能當然在公主 即是公主在人類方面努力 導師就直接跟耀魔打 人類方責任 一個是撒傘打 一個是公主看電視 而純粹你覺得OK 以一個你當一個未玩過遊戲系列 或者未接觸過傳奇系列的人 你現在看這套作品 首先 其實她在說的是什麼呢 我要解除這個世界的污懷 人類和天作可以再次和平共存 對,她是宣揚這件事 但是這兩件事 其實在說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她裡面 都是有回我們以前說的 就算BIG ORDER的例子 就是怎麼做啊 不知道的 還有就是什麼呢 不停說她淨化人類 她的淨化方法就是什麼呢 鐵拳制裁 淨化了 說你OK 不是不是 你說哪個角色 其他就算她在戰場裡面 其實說她怎樣阻止戰爭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概念式 很抽象的字眼 我怎樣令到人類 就是說 我又要拯救人類 但是人類就是產生這個污衛的根源 那 那究竟怎樣呢 就是這件事是一個回圈來的 你永遠是解決不了的 和我剛才說 如果導師都砍過去 那些人其實應該沒有死 那你當她砍就砍裡面她附身的污衛 他就說她會吸收了她 那些污衛就會由男主角承受 你當她砍完之後那個人其實沒有受傷 只是身體污衛就沒有了 那豈不是殺人 簡單 她應該是沒有受傷的 因為她打到中段 她的戰場的人全部都是無力化 然後有另外一個之後 之前已經走了 那些這麼便宜的事我不做的 那個元素 咦 為什麼兩邊的人都躺在那裡 所以那些人都沒有受傷 而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他似是什麼 這個人被禮鬼前身 然後什麼呢 驅鬼 驅完鬼之後其實那個問題就是什麼 他是沒有解決那個人的問題 那個人依然會產生污衛 其實什麼呢 你是一個青道夫 你不曾去掃落 那些人就繼續走 那些人就繼續走 所以動畫這麼安排 即是即時戰場怎樣指戰 導師去搞 但問題實際上 戰爭這個危機 他的主要原因 他怎樣背後搞定 是公主負責 但是這個位置 其實在主角 史雷這個角色裡面 他的信念也是很典型入系作品裡面的一些 那個大信念 在一個形容上 其實你是不知道怎樣能夠實現的 即他自己一個可能局部實現 或者一時就是什麼 就是好像看電影 就是突然說 人類經歷了苦難之後 然後發覺就說 我知道我錯了 然後他回到三分鐘之後 他可能會這樣 但是就吃個蛋 因為說說就是什麼 這些所謂的頓悟 只是有一瞬間 即是那種是有種感動 是啊 人類是應該和平共存的 但是然後 可能在晚飯的時候 有一個人無故吃了你的飯 然後又有什麼 我就殺死他 每天抽到一副星 豈有錢你拖他 我知道 那些問題 我知道你的矛頭指向是我的 ok fine 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 解決 其實那種是什麼 一種 是很常用的 一種瞬間的畫面的感動 就完 是解決不了的 而很多時候 其實這類型作品 中間裡面 其實會做的是 偷薄這件事 純粹當成一個 要解決戰爭 你看十套 有五六套都一樣 我要跟著戰爭 我要和平 然後 方法呢 其實不知的 總之我要和平 總之你全都停手打 那種是什麼呢 他經常都說 有一個人有一個很高潔的信念 或者一個理想 他要去實行 但是實行不到 這種東西 最特別的例子 經常會打擾 就是在虛圓寫的作品裡 我講Psychopath 都是啦 我經常都說朱姐的問題 就是你全部說了 大佬 朱姐是她說 她說了 她說而已 記住 兩分別的 但是 我講不做的話 其實我講得幾高潔都可以 但是現在要做 所以其實會有行動上 你實際行動上 和你理念上的矛盾衝突 在裡面 當然這些很黃道的東西 就是說很純粹 但是我說這些作品 其實都會說 你都要提回這個專頁 因為其實對方是我們代入的故事 或者我們覺得這些角色 好像在你身邊的感覺 但是這套東西 其實你看完之後 其實是很平板的 其實是 男主角是一個這樣的人 女主角是一個這樣的人 身邊的同伴就是 同伴就是 你覺得做到 那你做到 我跟著你走 所以我覺得 你真的純粹是 傳奇系列 有玩過遊戲的人 才可能 但是他們不是感動 其實純粹這套作品 是平息他們的路火 所以我不知道 做到這麼平板面 就是說 你冷靜點 你冷靜點 你再冷靜點 這套作品不是這樣的 這套是一個宣傳片 跟你說 新遊戲出了 大家買 就是這樣 這套作品 根本上就是鎮靜點 每集就跟你打針 因為很簡單 因為上一代 他出了這套之後 就算是PS4版 都賣不到 很好的 所以要洗底 明白嗎 要洗底 OK了 現在我們痛定思痛 這個舊版故事 我們忘記了 所以其實 評論到現在 其實是完 因為他都未做後續的事情 就是作為一個 你未看過 或者純粹當它是一個奇幻作品 去看的話 究竟好不好 不知道 但去到這裡為止 我也是說 主力來說 他只是為了解決兩個問題 解決就是什麼呢 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想要的問題 就是The X 這個前專作品 他要賣了 而因為有前置的真知中間問題 所以他要拍這套作品出來 不然的話 他就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賣 沒有的 你得罪了那麼多粉絲 可以說真的平息他路 不然他不買 所以作為來說 我覺得這套作品 大家 未看的 或者想嘗試 我覺得不然之過早 你可以等到二季出來之後 先一次過 聽我們 我們一定會說下去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素雷專家 如果動畫防毒軟件 是有這個 動漫無雙一定是首三位之一 所以就有三套沒有了 其實有媽媽也很好看 我看到這套有三套沒有那個 大家都要明白我 這些動漫防毒軟件的話 就最好聽我們這個節目 老實說 一定幫到你的 好 我們到這套 去到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